墓园文化介绍,三藏用品选购,四季祭扫服务先被并一套餐。 最近,上海一墓园利用互联网技术把殡葬服务搬到网上商城,消费者一键确认即可开启服务。 为了让祭扫更便捷,今年冬至,福社园国际集团首次将冬至祭扫服务搬上互联网平台。 记者注意到,其中的四季祭扫服务就提供了一年四次鲜花祭奠。 此外,此番在京东商城推出申请契约问卷调查及服务推荐,也让冰葬服务的价格公开透明。 实在没时间的情况下我能够接受,比如说在外地出差,或者有特殊情况,其他情况应该自己去,因为对亲人的怀念、思念应该自己去。 冰葬服务都和我能够接受,因为价格透明,服务项目比较细。 据悉,福寿员2022年上半年深前契约签约量创新高,累计签订7834份合约,同期增长17%。 此次上线互联网商城将进一步推广深前契约。 福寿家上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行伟东表示,线上冬制服务使中国人寄扫文化变化的缩影,中国人的丧葬孝道文化正在发生着变化。 而多元化寄扫形式的出现,也为整个社会良心发展嵌入了无形的纽带。 基于现在整个社会家庭的小型化和家庭多地的现实形态,本身殡葬是一个比较住隐私家族的这样一种行为。 那么现在更需要这样一个社会的第三方来协助啊,更多这样一种多元需求的一些满足啊,这个能够违缘在他乡的游子,或者说因为各种不方便, 不能到现场的这样一个这个亲人能够来满足这样一个纪念祭祀的这样的诉求啊,随着社会的变现, 我们有更多这种更多的形式去做一些表达啊,做一些结合,去做一些这个联络啊, 那么也是整个社会啊,良心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个无形的纽带啊,签在里面。